熊孩子第一次坐飞机 他举起手指瞄准旁边的男人 丢的一声 乘客配合地低下了头 熊孩子还想再玩一次 男人却举起手 露出明晃晃的手铐 并做出开枪的手势 把熊孩子吓得浑身一颤 熊孩子的母亲很生气 他特意找到乘务员 询问男人是否危险 乘务员微笑地看着孩子 告诉孩儿他妈 男人和熊孩子一样没有危险 临走时乘务员还要给孩子送一杯橙汁 然后端来了牛排 结果打开餐盘 里面是枪 甲空姐砰砰两声送走压送关 男人解下手铐 抄起家伙 静止走到驾驶舱 问谁能决定乘客命运 机长说是自己被爆头 男人又问谁能决定乘客命运 副机长说 男人用沉默表示认同 实际上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劫机事件 男人叫雷恩 是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 他让各国警察头疼 但从没有被带到过 只因他每做一次坏事 就奖励自己换一张脸 这天雷恩照例到医院整罗 医生刚准备开刀 警察忽然闯了进来 雷恩立刻用出林波微布 窜出手术室一路狂奔 从医院楼上奋力跃下 可惜人类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他顾头顾不上屁股 被警车创翻在地 又被突如其来的水桶围堵 附上了失身的debuff 就这样警方第一次抓捕到了雷恩 然后准备将他押送到洛杉矶 警察又有什么坏心眼吗 只不过是洛杉矶可以执行死刑 他们想让雷恩 做做老子尝尝枪子 可是雷恩是何许人也 他不靠人养更不想端国家的铁放马 于是就要自力更生劫机自救 他先是把自己的闺蜜安插在空节里 又让小弟们假扮成乘客 等待好时机 最后开枪劫持飞机 在专业人士的专业操作下 很快 整个飞机就变成了他的舞台 女士们先生们 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大家 好消息是你们遇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劫机事件 请为自己的幸运献上祝福 坏消息是你们要是敢乱动就会被强杀 所以要乖乖听话 熊孩子吓得不敢动 乘客们都感觉真是避了狗了 什么倒霉事都能遇到 演讲完毕 雷森自我感觉良好 十分得意 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但他绝没有想到 还有一只眼睛没被他发现 这个眼睛的主人是航空公司的保安约翰 准确地说是前保安 现在的他只是一个安保讲师 负责培训航空人员的安全知识 因为想要炮空节 约翰误打误撞之下登上了这班飞机 又为了逃避射牛老太太的唠叨 他跑到了厕所寻找安静 结果刚进去就听到了雷森的广播 根据经验 约翰立刻意识到发生了劫机事件 并且整个飞机都已经被歹徒控制 他知道自己表现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拨通电话寻求外界帮助 但是有个劫匪也在此时发现 卫生间里有猫腻 男人刚上完厕所 就对上了恐怖分子的手枪 他双手举起十分切入 嘴里一直说着 我不想死 歹徒正要杀了他 下一秒黑人往他胯上猛踹一脚 又让他的胳膊和门来了一个火辣辣的接触 接着一头把劫匪按进马桶里 夺过手枪底上太阳穴 以此威胁劫机分子的老大雷恩 谁知雷恩怀里也搂着人质 而且不是别人 正是约翰喜欢的空姐真妮 男女授受不清 雷恩换了个已经当爹的男乘客当人质 并残忍杀害 然后随机抽取了一名幸运乘客填补人质的空缺 以此打破黑人约翰的心理防线 约翰无奈只能放下手枪 谁知雷恩是泄中之泄 明明队友已经安全 他却嫌队友无用 直接往人家心窝上开了一枪 枪声响场面一势大乱 约翰和珍妮趁机躲进了升降机 逃过一劫 进入飞机底舱后 俩人迎面碰到了劫机同伙 没想到对方只是个战武渣 随后两个人东找找西找找 找到了飞机的燃油管 约翰拔掉燃油管后 飞机被迫降落附近机场 可是劫匪依然从容不迫 因为他有一飞机的人质 当飞机已经滑落到机场跑道时 约翰和珍妮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但没想到 一个劫匪暗中盯上了他们 打斗中 约翰被一脚踹下飞机 珍妮重新被劫匪抓了回去 与此同时 雷恩设法联系到了警察 他要求五分钟之内就要看到燃油车 半小时之内就要给飞机加满油 不然他就不停地杀害人质 起初警察并不相信劫匪的威胁 可是当他亲眼从望远镜里看到 从飞机上扔下的尸体时 选择了全盘接受雷恩的全部要求 当然为了表示自己是美国好人 富有人道主义精神 雷恩愿意先放一半人离开 警长立刻答应 另一边 从飞机上被踹下去的约翰刚掉在地上 当地的警察就把他围了起来 尽管约翰百般解释 警察依然把他当作劫匪五花大帽 扣押到了警长办公室 电话声响起 雷恩告诉警长 自己的一名手下叛逃 这个手下皮肤有黑能言善变 如果警长抓到了这个叛逃 可以随意处置 这正是雷恩陷害约翰的轨迹 约翰被彻底误会 可是正义的约翰 不是会坐以待毙的性格 他三下五除二将看管自己的警察料到 骑着摩托向机场飞奔 其实约翰早就识破了雷恩的计谋 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 雷恩将混在人质群中逃走 此时雷恩已经带着手下 溜进了混乱的游乐场 约翰一路追踪到了这里 可游乐场车水马龙人流密集 很快就跟丢了雷恩的踪迹 甚至还被反将一军 被雷恩的小弟发现 于是从你逃我追变成了你追我逃 约翰看到摩天伦后集中生智 使出吃奶的劲爬了上去 占据了地理意义上的高地 雷恩小弟也不是吃素的 跟着爬了上去 结果既不如人 被约翰一脚给踹了下去 和大帝来了个面对面的拥抱 约翰趁机躲进了旋转木马里 并抓住雷恩换子弹的空隙 将其扑倒在地 正好此时大量警察赶到 约翰恢复了清白身 雷恩的被捕记录再次加一 这个恐怖分子太嚣张 被警察抓获后 还对着警察大放厥词 多谢你我很高兴知道自己杀了谁 他根本不怕吃枪子 不仅是因为心理变态 还因为他早就猜到了自己会被抓 于是他提前将闺蜜留在飞机上 并且嘱咐他 如果自己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顺利返回飞机 就把飞机上的乘客全部做掉 不怕罪犯狠就怕罪犯有心机 考虑到人质的人身安全情况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把劫匪雷恩送回飞机 当然他们并不会坐以待毙 而在暗中安排了两名狙击手 准备在飞机打开门的瞬间干掉雷恩 然后让附近隐藏的警察冲进飞机 消灭雷恩的同伙解救人质 客舱开门的瞬间警长一声令下 结果雷恩毫发无伤 押送他的警察却被拘了 原来真正的狙击手早已经被调包 很快雷恩再次回到了飞机上 并迅速命令飞机起飞 梁子已经结下 约翰怎能轻易放过飞机上的恐怖分子 于是他让汽车接近飞机的轮子 蹬着车窗抓住了飞机的轮壁 艰难爬进机身内后 刚进去就看到一个劫匪 偷偷默默不知道倒在干什么 约翰一脚踹上去 和劫匪扭打在一起 途中他抄起钢棍 一套打狗棒法下去 棍棍点在劫匪的要害上 没几下就送劫匪去了天堂 紧接着约翰找到驾驶舱 声明身份后 吩咐机长立刻将飞机开回去 飞机晃动 雷恩让甲空姐去驾驶舱查明情况 结果刚进门就被约翰一拳撂倒 现在整个飞机只剩下雷恩一个劫匪 约翰和他很快扭打在一起 慌乱中 手枪意外打碎了窗户玻璃 飞机内外部强烈的气压叉产生了大风 让飞机里面乱作一团 但两个人依然你一拳我一脚 轮拳掐脖子 打得难舍难分 气压差越来越大 客舱门上浮现出骨包 然后瞬间被吸出飞机外 不一会儿 打斗中的两人也被吸到了舱门附近 两人相互拉扯想把对方甩出飞机 此时就是比谁更能坚持 坚持到最后的人 才能决定乘客的命运 最后雷恩率先立解 可他依然拽住约翰的裤腿不松手 约翰再次用出绝招 一脚踹向雷恩面门 让他得以在万米高空中进行自由落体运动 众人得以喘上一口气 从此空姐珍妮对约翰另眼相看 将她是座椅中人 飞机上的乘客也振臂高呼 热情地赞颂着他们的英雄 约翰不仅拯救了大家 最终还抱得美人规 近年来有关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增多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穷凶极恶的歹徒会怎么办 是躲起来保护自己 还是站出来正面对抗 实际上 无论哪一种选择 只要是符合安保规定 不让自己成为歹徒的帮凶 都是正确的选择